今天這集是暗拋鐵板的拋桿操耳教學 首先是拋桿 我用的拋桿方式是 長時間做拋頭也不會疲憊 也不容易受傷 動作也稍微小一點 概念是像這樣 下面的手往內拉 上面的手往外推 結合腰與肩的擺動 拋頭時線的長度留長一點會比較好 以我的話大概會在 最下面導環到捲線器之間的範圍 再來拋頭第一步 用食指把線扣住 把線擋打開 拋頭前先注意後方有沒有人 確認沒有人後才可以進行拋頭 下一步往前擺盪鐵板 鐵板順勢盪到後方零件點時 同時再做出甩出的動作 這樣可以更好的利用到 甘子的反發力 扣線的食指放開的時期要在 手指有感覺到重量時的瞬間 放開就可以了 放開時期正確的話 鐵板就會拋出美麗的拋物線 但如果太早放開的話 鐵板就會往上飛 太晚的話就會水平飛 都會造成拋頭距離的縮減 拋頭的力道用70%就可以了 用100%力道的話 你拋頭的姿勢不但會不穩定 而且長直肩下來會容易造成 身體和甘直的負擔 所以不太建議 如果想要拋更遠的話 身體的重心移動和 腰椅間的旋轉 並且把雙手舉高 鐵板落水後為了減少不必要的支線 可以像這樣輕輕捏住線或是線盃 以控制出線的速度 鐵板沉到底後就可以蓋回線檔 那操作鐵板時 建議把後方的握柄夾在腋下 這樣可以在晃鐵板時穩定單身 長時間下來比較省力 手腕也不會受傷 那接下來會介紹四種 操作鐵板的方式 第一種一圈晃 這是最基本的方式 操作方式就是 捲線器捲一圈 竿子晃一下 這樣子重複動作就可以了 這也是幾乎所有玩按摩鐵板的跳課 最常用的超鐵板方式 雖然是最基本的 但是也可以很多遍 因為只要改變晃的幅度和速度 鐵板的湧姿就會有所不同 有時候操作鐵板 中間做個緩擊與停頓也是很重要的 可以給魚攻擊的時機 第二種晃兩圈 有時候魚想吃動作比較慢的 鐵板落下比較飄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去操作鐵板 也很適合在慢鐵這種 飄落的動作很漂亮的鐵板 三順收 有些鐵板順收時 就有很棒的左右搖擺動作 各位不妨把鐵板丟在水中 測試看看你的鐵板 在順收時是怎樣的動作 捲線速度可以快慢的改變 讓魚覺得說眼前的食物要逃跑了 引起它攻擊的慾望 並且偶爾停頓一下 給魚攻擊的時機 我就有幾次只是想要把鐵板收回來時 就突然這種 是 快收抖 它又很像是一圈晃的方式 差別在更快速的捲線 加上桿子快速的抖動 鐵板就會像是小魚逃串的樣子 很適合魚在活性高 或是有炸水花的時候 我常常會在快收抖 切換到一圈晃的時候 魚就突然攻擊過來 最後呢 組合劑 就是把以上四種組合起來 試著自己去想像鐵板在水中的動作 這樣我自己就會腦補 慢慢順收就是悠閒的優者 死命逃竄就是快收抖 受傷就是一圈晃 快死掉就是兩圈晃 邊操作鐵板邊自己想像一個腳本也是很有趣的 那如果手痠呢 可以改成側腦的方式 可以可以變操作的肌肉群 讓原本的肌肉稍微休息一下 操作鐵板的方式都講完了 那以按拋來講來說 當下的流水、水溫、天氣、鵝魚有沒有泡 之類的太多太多的要素要去注意 那也是接下來我自己要學習的功課 但與其這些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更新 堅毅的心 不放棄的精神 只要一直丟機會就是你的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觀眾還有什麼想要知道關於安保鐵板的知識 可以留言跟我說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有了有了 中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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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和小鈴鐺喔 謝謝 谢谢